高级府中所有内侍 分发兵器 上城上手遇 是 告诉城中所有将士家眷 还想见到家里人的话 就全能随我上城 是 对北平志在必得的李锦龙 根本没有想到城内为数不多的守军 竟然抵抗得如此顽强 一时间攻守双方 陷入了胶着之势 在李锦龙被拖在北平城下的时候 朱棣大军赶到了永平 阎武 四哥逃到大宁了 殿下 燕王可不是逃过来的 燕王青铜大军以兵之大宁 胆小无能的江英侯 自知不是燕王对手 既然不诈而退 永平得以解围 基于对守城将领的信任 朱棣同宏都之战中的朱元璋一样 在解围之后没有立马回师 而是北上奔袭大宁 不仅收服了宁王朱全的部队 还得到了他手里的蒙古骑兵 朵燕三位 实力大增 同年十一月 朱棣率燕军主力 冒着风雪快马加鞭 赶回北平 李锦龙的一万前线巡防兵 和突然杀到的燕军刚打个照面 便被燕军吃掉了 李立下 莫合的南军赤后 已被我军尽数肃清 大将军 燕鼠人广派游骑 四处邀请我军赤后 白河对待现在是个什么情形 我军一无所知 这都是当年中山王 跟王宝宝交锋时的故技 没什么用处 李锦龙信心十足 北平即将拿下 如今 手中兵精良足 正需要一场大胜 来鼓舞士气 一旦拿下北平 朱棣就成了丧家之犬 此时 双方打的就是时间差 他下令四门全力攻城 没有多久 前方果然传来喜讯 并带上去 曲将英走步 已攻出张义门 被盲 是 但是守在城内的 朱高赤弟兄俩 却集中力量 在瓮城与敌短兵相接 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 这个时候 连王妃都亲自带兵帮忙 一时间士气大震 这才保住了北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